大家好,大家下午好 我是Kaka5的易甫 很荣幸好今天有这个机会 在线上跟大家一起来吹宇宙风 那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跟上位的行业专家来学习 那我首先就一一介绍 我们今天上位嘉宾 第一位是雅虎媒体策略企划总监林雨纯 Jack Hello,大家好 那第二位是网易传媒数字产品营销负责人 网易传媒M3Flow的主理人王哲先生 Will Hello,大家好 王老师好 那第三位是Libbase Consulting Group 创办人继执行长李嘉宪 Nier Nier Nier老师可能会晚一点上线 OK好,Nier老师可能会晚点上线 好,那我接下来就介绍第一个主题的主讲人 好,那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Yahoo媒体策略企划总监林雨纯老师 那雨纯在2011年就加入了Yahoo期末 在业务部担任媒体策略企划 负负程序化购买、数位广告、内容行销等产品服务 那过去他也是在4A代理商任职业务总监 曾经服务过非常多的行业 如汽车、零售、金融等等 那近期YahooTV我们知道都进行了一系列的 曾经式内容学院 那访问超过一万名我们的13岁以上的消费者 针对元宇宙、虚拟身份跟NFT三个面向进行深入探导 清主苗挥出台湾元宇宙世代的轮廓与需求 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林雨纯老师 来为我们带来次世代品牌行销 曾经式体验的创新运用 那我们欢迎宇春老师 谢谢 好的 谢谢黄知青长的帮我介绍 那各位在线上的嘉宾大家好 那我是Yahoo奇摩的Jed 那今天很高兴的能在这一边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整个元宇宙的趋势下 跟曾经式体验呢 Yahoo我们这一边有什么样新的服务跟内容 以及实际运用的案例 那我这边就开始我的分享 那我相信在线上很多大家都是在这个行业的精英 并且有很多是前辈 那也有很多是现在的从业人员 那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主题 其实就是源自于来自一个字 就是Metaverse 那Metaverse这一个字 其实是Facebook的创办人他所提出来的 但现在这个字已经不仅代表Facebook本身 那他更代表的是整个产业的发展 那里面包含了很多新的技术 像Web 3.0 NFT 区块链加密货币 虚拟分身 ARVR等等 那我相信大家如果是在这个技术领域的人 可能对这一个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但对一般的人来说 其实他更很神秘 那听起来好像很棒 有很多运用 很多发展的机会 但是又不太了解它是什么 那所以我们雅虎台湾也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一份元宇宙的报告 那这份报告是我们针对13岁以上的网络使用者 那总共收集了1万多份的问卷 那里面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我们的调查里面发现 35岁是一个分水里 就是针对35岁以上的人呢 他们在整个元宇宙 不管NFT或者是VR等等 曾经是体验 他们呈现的态度是参与者 就是如果有这样的内容 有这样的服务 他们愿意参加 但35岁以下 他们也是有更积极的一个回馈 就是表示他们不仅是参与 而是期望是在这个元宇宙的世代里面 能去更凸显自己的风格 扮演一些角色 那所以35岁以下 在我们的报告里面 会称它为是元宇宙世代 那里面有七成的人 是非常期待在元宇宙下面有很多 新的技术跟新的服务 是让他们可以去享受体验的 那整份的报告其实很完整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是可以上我们 Yahoo!台湾的网站 在数位行销里面 我们会有提供这个报告的内容 那今天我截取其中一个 可能是大家在做数位创意 做行销的时候比较在意的 就是在新技术的运用下 到底这些人一般的人 他们对元宇宙期待的是什么 那这边可以看到画面上面有几个点 是我们特别把它凸显出来的 第一个就是在元宇宙的世界里面 他们是很期待是 在虚拟的世界可以去随心所欲的探险 那或者是这一些新技术包含 AR VR 3D 是可以让他们有更生利其境 更真实的体验 那以及这一些人 如同刚刚我们讲的 他们希望是在里面呢 他create自己的虚拟分身 能呈现他更不一样的风格 譬如像大家现在看到的 我可能是一个中年大叔 但我在元宇宙里面 我可能可以扮演一个妙龄少女 那以及他们希望在元宇宙的世界里面 可以跟不同的人 那去做到更及时的互动 那这一些种种的期待 它会影响到就是我们接下来 如果我们在做行销 或在做创意的时候 怎么样可以应用这些新技术 去满足他们想要的期待 那从我加入雅虎到现在呢 我们负责了很多的内容行销专案 跟广告企划等等 那每一年我们雅虎台湾 大概会跟品牌组合作上百个专案 那从我们这边的观点 简单的我们概念式的分成三个阶段 元宇宙它会带来 什么样行销手段的变化 那在第一个阶段 是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我们会阐释图文 或者是影音也好 那这个时候的沟通都还是单项的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数据去分析受众的许款 然后并且是把这个内容呢 是设计的是受众喜欢的方式提供给他们 那当然也可以透过 不好意思请问大家现在看到我们的 我的投影画面是 刚刚看到的是有两页不是全页 会看到下一页的 所以您可能要用播放的形式要更改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不好意思我现在马上用条件 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刚刚由小帮手进来偷偷传起条 对我 好 那我们刚讲到的是在那个图文跟影音 我们可以透过数据的整合去设计的更精致 也可以做战行销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随着我们YahooTV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开始支援直播的内容跟节目 那我们也把这个直播的服务带给很多我们服务的品牌客户 让他们的活动可以更及时在线上呈现给观众 那在这个时候直播它就变得是双向性的 那它打破了观众的第四道墙 不管是我的主持人或我们聊天室的小编 都可以透过线上及时的跟观众问答 甚至是去提醒他们刚刚整个活动的重点在哪里 那甚至是做一些趣味的互动 譬如说像抽奖等等 那在沉浸式体验的这个阶段 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图变得不太一样 是受众在一个圈圈里面 然后有很多的箭头往外 那这个表示的是说未来的内容 它不管是呈现的是3D或AR或VR 它其实是一个需要受众更主动的去探索 即便我今天可能只是一个很简单的3D的商品 那你也必须去转动这个商品 可以看它的细节 所以在整个受众的行为会变得不一样 那我们在设计创意的方式也会变得不一样 那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我今天是在一个虚拟的世界 我要设计一个品牌的体验 那我可能是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埋藏很多的惊喜 去让他们在里面去探索 持续的去发掘不一样的乐趣 那雅虎呢 其实我们在诚信市的体验这一边 我们已经发展了很久 那不管是透过国外的资源 或雅虎台湾 我们自己这边现有的资源 那以雅虎台湾来说 我们在五年前 我们就透过动补装的方式 去塑造了台湾的第一个虚拟偶像 就是虎 那陆续我们也有运用AR的摄影机 在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 去做虚实的整合 那也有透过绿幕的录影 来做虚拟制作等等 那这些经验的累积 跟技术的累积 也帮我们赢得了不少 国际奖项的肯定 那包含的是数位起点奖 或中国数字媒体大奖等等 那所以我今天主要要分享的是说 除了我们在运用上面 我会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在内容 那再来就是在广告 再来就是在最后一个是活动 那这三个部分 我们怎么样运用信用的技术 去实际的在做商业整合 实际的在创造不一样的创意出来 那首先是在内容的部分 那内容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我们从最简单的 大家很常浏览的网络上面的文章 我们开始在我们的新闻 理财体育等等的内容 去把我们这一些文章 加入3D的模组 所以大家画面上面可以看到 譬如第一个是一个车子 那这个是我们理财频道在讲 整个电动车产业链 那台湾有哪一些好的公司 他们是生产很重要的元件 那是好的投资标定 那过去如果你只是在读一般的 2D的文章 你可能就只能从文字上面去理解 那对这间公司生产的元件 在电动车里面组成 到底是哪个部分 也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到 但透过3D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资讯变得很简单 那并且你是可以随意的去转动 这个3D模型 看到各个元件 他背后的公司 跟他在台股上面的标定 那中间的这一个例子呢 就是在东京奥运的时候 大家台湾的观众很关注的语球赛 那我们也是透过AR的方式 直接把这个球赛的赛场 那用3D的方式呈现 所以我们的用户 也可以直接的进到 这一个赛场里面去看到 透过动画去了解 整个语球赛的规则 那最右边的这一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透过打造一个线上赏屋的方式 让我们的用户可以直接用手机 就走进到一个虚拟的室内空间里面 那这三种不管哪一种模式 它其实都有提供了很丰富的互动功能 譬如说在线上赏屋 我们的用户就可以去选择 他想要更换窗帘的颜色 或者是去点选特定的家具 来去做更细节的观看 那跟以往2D的文章 所比较起来最大的差异 就是一般我们在看文章的时候 其实大家现在已经被训练的 浏览的速度很快了 你可能在阅读一篇文章稍微十几秒 然后你可能就可以抓到这一个文章的重点 但是因为加入了这些3D的模组 当用户对这个内容有兴趣的时候 他会愿意进来做更多的互动 那也从我们的内部资料发现 就是在这一些有3D模组的文章里面 他的互动的时间是比我们一般的文章 更有三倍以上的成长 那我们最新的例子就是在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在这个战争的报导的新闻里面 我们也是加入了3D的模组 那应用一个自动播放的方式 以时间讯的方式帮大家了解 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当初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 是在什么地方 以及到战争开打的时候 俄罗斯军队部署的位置 那如果只是一般的新闻的话 其实这一些地理名称 跟它很复杂的北约国家的地缘关系 大家在读起来可能会很像在上定义课 但是我们就可以透过3D模组的方式 去让这一件讯息变得很简单 并且很好理解 那这也是我们媒体 然后媒体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 不仅是提供正确的讯息 而是我们希望让这个正确的讯息 变得更简单 那除了一般的图文 我们加入3D模组之外 我们最近所在琢磨的是在虚拟制作 就是运用我们Yahoo TV既有的影红的资源 跟新技术的开发 让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可以帮品牌创作的影音内容 可以结合新技术 那在这个虚拟制作里面呢 它会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它可以做到虚拟成绩 就是我不太需要 我不再需要是用实景搭检的方式 来去做我整个节目的成设 那第二个是 它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做数位分身 也可以打造虚拟角色 来跟这里认为共同演书 那并且它在一些数据的图表上面 都可以透过AR的方式 结合到实际的节目里面 那它的几个好处呢 第一个就是它更快 也就是说 不管是AR图表 或者是虚拟场景 过去在我们制作上面 这些东西是必须后期制作的 但是透过我们新的光学动补系统 跟虚拟制播系统 它在录制的时候 画面上就是即时的去合成 虚拟场景跟虚拟意见 所以不管是演员 或者是导播 或者是导演 他们在现场都可以从监视器画面 实际看到合成上的效果 那演员也会知道实际上发生什么事 它可以做什么样的演出是更好的 那第二个就是它不受限 那有一些创意的场景 譬如说像是电影 或者是游戏 里面一些很奇怪的场景 也可以透过我们虚拟制播的方式来呈现 那最后一个就是 这些不管是场景或者是图表 它是具有高弹性它可以被长期使用的 那我举个例子就是 大家都有看过苹果的发表会 它是一个非常极简风格 在一个黑色的舞台上面 那他们的CEO就会上台介绍他们的新品 那在这样的发表会上面 第一个你必须先要有场地 再来是你要去架设这一些硬体 但是如果是透过虚拟场景的话 你不需要场地 你也不需要实际的架设这些硬体成本 你直接透过虚拟场景就可以呈现出来 那未来你要使用 持续使用这个场景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被保存在电脑里面 那你随时把这一个档案叫出来去做调整 或者是去做一些设计上面的改动 它都是更有弹性的 那这边是我们几个虚拟制作 在我们最近的几个例子 那这边大家看到的是基附通 那我们针对这个客户我们去合作了一个退休投资以财的议题 那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场景 它完完全全是一个虚拟的场景 那前面呢 透过跟主持人介绍我们也是运用3DAR图表的方式 帮一些细节的数字可以做清楚的呈现 那大家这边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 在这个3DAR的图表 如果它是透过以前我们后期制作的方式 key上去 它会是死的 我的近位没有办法去跟着它移动 我可能没办法做特写 但是透过AR的方式跟虚拟制作系统 我的近位可以随意的去观看这个图表 那也可以根据主持人在解说的时候呢 去针对图表做比较细部的特写 那这个是在虚拟制作上面可以运用的灵活度 那这边的第二个例子 有一个影片等一下给大家看 这个是我们跟EU网合作 针对他们跟玉山银行发表的全新的联名卡的记者发表会 我们把它制作的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大家都不能出国 所以在这个发表会里面 我们希望呈现的重点就是 是可以让大家透过我们节目内容的方式 感觉好像履行到不同的国家 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的重点就是 我们应用虚拟长者去切换很多种不同国家的景点 那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在这个主持人的介绍的时候 他现在会切换到另外一个景点 然后再次做后期的时间 那这个是EU网的另外一个demo 就是在介绍卡片的产品发表的时候呢 我们提供给他一个很像是产品发表的虚拟语台 那在里面呢 也可以透过3D AR去很重点的呈现他的产品 比如这边的产品就是一张他们的联名卡卡片 那后面的这一个主持人后面这一个大屏幕 他也是一个虚拟的屏幕 所以当我们在做虚拟发表的时候 他也可以直接的去串接电脑上面的投影画面 所以对于在产品发表上 或者是在我做虚拟简报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很方便及时的合成技术 那这边呢就是几个 我们最近的case给大家感受一下 就是在虚拟制作上面 他可以呈现出来在内容制作上有什么不一样 那第二个就是广告的部分 那广告的部分的话 我们目前在纯净式体验主要focus的领域是在Web AR 那Web AR的好处就是他不需要下载APP 那直接是透过网页的方式 就可以去开启AR的功能 那大家可能对AR的比较有多的体验 可能是在玩宝可梦这样的手机游戏 那我们那一部在广告上面的开发 我们也开发了好了几个不同的模组 譬如最简单的3D物件到图像辨识 然后到比较进阶的像任意门 我可以直接透过手机开启镜头 去开启一个虫洞 然后再进到一个虚拟世界 那这些我们建立好的Template 它的好处是 如果品牌客户跟我们合作 或者是我们的伙伴跟我们合作 他不需要重新去开发AR引擎 或者是设计应用程式 那只要直接进到素材的设计跟制作 就可以把他的广告变成很有趣的AR体验 那我们自己内部也有发现就是Web AR相较于一般广告 因为它新鲜很互动很好玩 所以它不管是在停留时间或互动率或 点击率上面相较于一般广告 它都有更显著的一个成效的提升 那今天在这边我们带来两个Web AR应用的案例 那第一个是我们跟台湾福斯汽车合作的 就是The Golf A他们新推出的车款 那这一个是在今年5月的时候 因为台湾的疫情变得很严重 所以在整个他们的线额 经销商店一边的赏车的人流 担心会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很快就来讨论说 可以怎么样透过一些新科技 可以让他们的目标受众 不管是在家里面或者是在手机上 或者是用电脑上 都可以去做到赏车 那这边我们用了几个技术 第一个就是AR的图像辨识 那第二个是3DAR 第三个是虚拟制作 那这边有一个安逸的影片分享给大家 谢谢 大家画面上面可以看到的就是 它这次的车子里有一个全新的电力 油电动力系统 油电动力系统 那我们就是透过图像辨识的方式 让它这次的车子里有一个全新的电力 一般的人拿着手机去扫描这个车身的时候 我们就会出现一个AR引键 那让你感觉好像去透视这台车 看到里面的有电动力 那在画面上面 这一个是3D的AR 你可以直接的把这个虚拟的车辆 叫到你的眼前 去做内部360的观赏 或外观的观赏 那另外这些设计好的动画跟素材 我们也在我们的YahooTV里面 那透过虚拟制作的方式 再去录制一个 有点像汽车开箱的节目 所以让我们的观众在收看节目的时候 也可以得到这一个车子 很多细节的讯息 所以这个HIS对我们来说是结合了 蛮多技术的应用 那我们也是期待就是提供给 在疫情发生的时候 大家没有人潮减少到实体的展进去赏车 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些新技术 去提供一些比较不打折的赏车体验 那在这一个图像辨识的 这一个整个的Flow上面 它大概会是这样 就是你会先点击镜头 那这个在我们预先设计好的 汽车的图像里面 我们要去对准这一个图像 那扫描了之后 就会有像画面上面看到 这一个透视感 去看到它全新的有电动力引起 然后最后呢 在观看完影片之后 就会运结到官网 看到他们需要去做预约试驾 或者是了解才能更多的讯息 那这个case比较不同的地方是在 抱歉 是在于就是这一些所有的内容 我们是从线上到线下 它是有完美的串接起来 那譬如说在刚刚我们录制的虚拟制作的节目 它来透过我们Yahoo的TV 我们自己的媒体渠道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节目去做宣传 那另外像图像辨识的部分呢 第一个就是在它的展间 他们的服务人员也有提供iPad 让他们的车主真的有到展间赏车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iPad去玩 那等于是帮他们的销售人员去跟他们的顾客做一个opening 这样子的桥段设计 那再来就是在我们的网页广告上 不管是desktop或mobile 我们也设计好了这样的banner 那让它透过QR Code就可以去trigger 这样的一个Web AR 那直接扫描banner上面的车身图像 你可以去看到这个远去的内容 那以及在我们自己经营的汽车频道啊 跟我们的新闻 也都有做这样子的 帮这台新车去做推广 那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就是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Web AR 图像辨识结合3D 结合虚拟制作的case 那第二个case是我们跟 新安东京海上产险合作的 那这个case讲的是 Web AR它其实不只是好玩 不只是说我们希望让广告 带给观众带给受众 是像玩宝可夢那样有趣 而是透过数据的整合 它其实也可以帮助成效的提升 那在这个case里面呢 是我们有先针对 新安东京海上 它给我们的目标受众 是在25岁到35岁的这一群体验 那我们有先透过 我们的第一方数据去分析 这一些受众的行为 那发现有几个特点就是 这一群人他们手机 当然是他们最主要的上网装置 在他们的兴趣呢 在针对运动赛事 电动游戏 甚至像是科幻啊 动漫等等的影音内容 他们的兴趣度是比一般网友更高 所以在往下进行到 创意发想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 游戏的体验对他们来说 应该会是一个很吸引的 那于是我们就 做了一个web AR的游戏 来把这次他们的想要讲的产品的内容 设计在里面 那这整个游戏的体验呢 它分成几个 因为汽车的产险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是那么了解 那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教育大家说 针对产险有更清楚的了解 你就会知道说 我选择什么样的产品 是可以真的保障我行车的安全 那在台湾的交通事故里面 其实大家有谣传就是 有传闻就是马路上面有三宝 就是一般的车辆对撞 再来就是你不小心撞到超跑 然后会有非常高额的赔偿 那再来就是会有一些 可能不熟交通规则的行人 那当他突然今天 闯到马路上面的时候 你可能撞到他 那这三种其实是大家最常发生的 交通状况 但是我们不太可能实际上 把这些东西演出来 因为他会感觉很可怕 所以我们透过AR的方式 让用户开启手机了之后 他可以模拟看到这个 三个意外状况发生的情形 那透过互动去选择到对的产品 那他就可以解决这三个状况 那当他解决完这一些三个状况 完成了这个游戏的任务了之后呢 他就会进到一个抽奖 那这个抽奖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让他得到了一个 线上投保的优惠 可以接续到后面留名单 那我们发现这个整个的游戏 其实他们在玩起来不仅好玩 实际上在成效的时候 完成游戏的人里面有三成人 是最后真的有到线上去完成投保的 那并且这一些投保的新课里面 有七成是符合当初客户所设定的目标 就是在25岁到35岁 那我觉得从这个case 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数据结合新科技的应用 那他真的可以设计出是投目标受众所好的方式 去跟他们沟通 那对成效上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最后一个就是在活动 那我们前面谈了几个 就是包含是虚拟制作 包含Web AR的运用 那主要的原因 大家可能会觉得 在我们的元宇宙世界里面 它是VR 它是360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运用 还是并没有在这个阶段 那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现在的VR装置 它受限于它装置本身的大小 跟它的除电性能都很有限 以及VR的装置的优有者 还是相对少数的 所以大家在透过数位上面的体验东西 都还是透过电脑跟手机 那我们现阶段的目标 都还是会focus在这些device的体验上 就是你不需要透过VR装置 就可以很简单的体验 但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这一个case 它是可以透过VR的装置去体验 当然你透过一般的电脑 也是可以的 那在元宇宙的世界里面 如果办一个活动 大家的想象会是怎么样 就是这个整个世界会是虚拟的 包含你的主持人 包含参加活动的人 他都是虚拟的 那我们这一边 在decentralane上面呢 就有创建一个这样的案例 那decentralane如果还 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 那我先简单的介绍 它基本上就是在区块链上面的一个平台 那它是有点像区块链加上VR 加上第二个人生 所以你在 这一个区块链里面的这个世界里面 你可以去购买土地 所以之前如果在新闻上面有看到 在炒虚拟世界的房地产 讲的就是 像decentralane里面的land 或者是sandbox里面的土地 就是这个东西 那你购买了这一个土地之后 这个土地基本上 它就是你专属的独一无二的 它是类似像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NFT的概念 那你在这一个land上面 就可以去盖你的展馆 盖你想要的建筑物 那在这一个平台里面 本身他们也有既有的使用者 那一般的人也可以用 gast的身份登录 去创建自己的数位分身 在里面体验 在里面游玩 那在我们的Yahoo香港这一边 在今年六月的时候 也在decentralane上面做了一个活动 那这个叫做Yahoo香港的metaverse 那大家画面上面可以看到的 这一栋建筑物 就是我们在decentralane里面 盖的一个体验馆 那这个馆呢 它总共有三层楼 那三层楼呢 有包含不同的活动 那活动的重点大概会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 它会有NFT的艺朗 那这个艺朗呢 主要是因为香港 他们有一个旧市区是关堂 面临重建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 这个旧市区 它的旧时代的风情 即将成为时代的眼泪 很可惜 所以他们就号召了 一群香港当地的数位艺术家 去创建了一些NFT 那就在这一个 原宇宙的世界里面去做展览 那第二个就是 你是活动就一定要有 值得大家想要去观看的内容 进去参加 所以他们在里面举办了一个 虚拟的演唱会 那再来第三个就是 因为整个原宇宙的世界里面 我们希望大家是在里面持续的去探索 所以他们也在里面设计了一个寻宝游戏 那以及结合六月是NBA季后赛 很热门的季节 那他们也请了就是香港的体育主持人 来在里面去分享一些篮球活动 那这边就可以直接给大家看一个安宁的影片 那画面上面大家看到这个就是一楼的大厅 那这个大厅里面 里面大家看到的每一个这一个人 他都是一个进去里面体验的网友跟用户 那大家可以在里面创建不一样的造型 那这边大家看到的就是画面中的这一个徽章 这个就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寻宝游戏 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希望大家在里面玩得更愉快 然后可以更去做有趣的探索 所以在整个场馆里面 我们放了十颗不同设计的篮球 那只要你进去有收集到六颗篮球 就可以获得到一个POAP的徽章 代表就是你有在这个元宇宙的世界里面 有来体验过这件事 那这个徽章的兑换术在相较同期 其实有很多的活动在Dicentralian上面进行 那也是有提供徽章认证 那大概他们的徽章认证的兑换术是在几百 大概是在雅虎的香港的Metaverse这一边 他的兑换术有到上千 那这一边这一个大家画面上面看到的天台演唱会 那就是当地他们找了香港的女团 那他们也这个女团总共有四个成员 他们也化身了虚拟分身 那直接呢就是在这个天台的演唱会里面 透过虚拟的演唱会跟他们的粉丝在上面做互动 所以这所有一切的发生都是在这个元宇宙 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那从这个活动我们有几个小心得跟大家分享 就是元宇宙的活动可以怎么玩 那第一个就是毕竟他不同于以往我们在制作图文或影音 它是单向的传递 我们是希望在他这个 不管是我们的目标受众也好 我们的消费者也好 进到这个世界是可以去做更多主动的探索 所以在里面一定要设计一些机制 是让他可以去探索去冒险的 譬如说像刚刚寻宝游戏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他就一定要在这个展馆里面持续的去逛 去找到这一个虚拟的item 然后可以得到一个奖励 那这个奖励不管是一个虚拟的POAP 或者是他可以实际兑换到offline 变成是品牌商店 或者是实体活动的赠品 这都可以 那时候你就是透过这样的极致 让他们在里面更有去探索的理由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 其实可以透过名人或KOL 或品牌的代言人 让他们用数位的分身的方式 在这个世界里面与观众与消费者互动 那这个也会是吸引他们参加活动 一个很好的用意 那第三个就是品牌的元素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的数位分身 很多网友进去 他们都有很酷的造型 那当我今天如果有要做一个这样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考虑把 抱歉有点跳掉 我们就可以考虑把我们的品牌元素 去设计到这一些数位分身的配件 那不管是配件也好 或者是我直接在里面去设计一个我品牌专属的NFP 那这个都是一个很新鲜去跟消费者互动的方法 那今天我简单讲的这个几个运用包含内容跟广告跟活动上面呢 这我们实际最近有产出的案例呢 今天分享给大家 那大家听到这边可能会想到 其实这一些技术呢 也有很多的厂商在制作 有很多厂商用很棒的技术 可以提供这样的体验 那跟雅虎合作的好处是什么 那其实就是我们除了这些用有技术资源之外 再来就是我们既有经营的媒体跟我们的社群频道 本身就可以帮这一些内容去做很好的扩散 那第二个是我们雅虎也有在做程序化购买的广告平台 那在这个广告平台里面 我们提供非常丰富的数据 可以帮助大家去找到更精准的找到受众 那并且在广告渠道上面也有提供很多元的选择 譬如说是一般的展示型广告的零拨网 或者是零网电视 或者是像数位加外 便利商店捷运等等的数位屏幕 那结合内容的制作 结合媒体的力量 再加上数据跟广告渠道的运用 那我们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服务是 很多种很多元的组合 那就可以 我们的客户就可以根据他们的目的 去做更灵活的搭配 然后更完简的运用 那在最后面呢 就是在一点点小心的跟大家分享 就是整个沉浸式的体验 虽然在现在的VR的装置 都还没有很普及 但是在各种技术各种体验上面 它就持续的在进行 那对大家来说 其实在实际 我在考虑到底要不要运用到 我的活动上面或创意上面的时候 不觉得是因为一定要为了技术而技术 那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是 这些新技术到底它能不能解决我 现在碰到的行销问题 或者是可以让我的内容变得更好看 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虚拟制作 它是不是能帮助我去增加 我现在在制作品牌内容上面的效率 或者是可以把我在实体很难呈现的场景 透过虚拟场景呈现出来 那如果这一些的事情是确定的 那它就是一个可以往下思考的方向 那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 可能没有得到一个 思考过后没有得到一个答案 那可能就是 就是运用你现在操作的方式去操作就好 那第二个就是当如果我们刚刚讲的是 这些新技术可以帮助我的内容做得更酷 可以增加我的制作效率 解决我的问题 这个方向是确定的 当我要往下投入的时候 它在新技术的运用上面 可能会碰到很多的新的挑战跟新的问题 毕竟我们要把学习新的东西 那并且我们整个工作的方式都会不一样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有经验 有技术的团队 那我相信会减低很多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不舒适感 好 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简单的分享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留言 那我们可以在后面再找时间回答给大家 谢谢 好 我们非常谢谢 确的总监的精彩分享 那我非常同意觉得说的 澄清是现在进行事 而且不要为了技术而技术 那觉得刚刚分享了他们在内容广告活动的实际的应用的案例非常精彩 特别我印象非常深的是那个Gov8 它结合了Web AR 在完成了我们OMO的一个运用 那在疫情时间创造一个非常好的成效 然后香港的那个Decential Lens的那个案例也是非常的精彩 那紧接着我们就来欢迎下一个主讲者 我们邀请到的是网易传媒数字产品 营销负责人网易传媒N3Flow的主理人王哲老师 那王哲老师曾经担任网易传媒华北营销策划的主管 那为品牌提供营销策略跟策划的服务 据多年品牌实战经验 曾经服务过包括京东阿里蒙牛排尔等重要的一些品牌 那现在他负责网易传媒元宇宙营销体系的建构 为品牌提供完整的元宇宙解决方案 同时也是网易传媒数字艺术厂牌N3Flow的主理人 那我们现在就请 为我们来进行精彩的分享 我们欢迎王哲老师Will 这样可以听到吗 这样听到了 然后你的视频也可以 好 打开一下 好嘞 好的 有看到 谢谢 好 大家好 我是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网传媒营销管理中心的 然后主要是负责元宇宙营销的 这个负责任王哲Will 那其实刚才也听到了 雅虎的这个朋友 他们分享的一些关于 次世代营销以及元宇宙一些技术赋能内容的这样的一些案例 我觉得也非常的受到感染 确实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在做营销的人都会有一些共识 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元宇宙它目前能够最快的实现它的价值落地的这样的一些地方 可能就是在品牌营销这个层面 那其实我们这边的话 像网易传媒 其实我们从去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去提出跟元宇宙营销相关的一些策略 包括在 因为基于其实网易 我们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说除了网易传媒以外 我们集团其实还有像游戏 然后包括一些跟区块链 跟一些这个5G 然后还有一些X体验这样的一些技术服务的产品 同时网易集团其实也在海外投资了很多跟元宇宙相关的一些产品 以及是一些硬件的技术 那其实最近我们这边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国外投资 和建立我们的关于VR相关的一些内容服务的一些工作室等等 那其实总而言之就是说网易集团 我们在元宇宙这个赛道上 其实是有一个长期主义的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基于我们20多年的这样的一些 在中国互联网的一些经验 包括游戏的一些经验 能够给用户提供一些元宇宙全场景的一些服务 那回到我们网易传媒 其实我们也做了20多年的这个新闻资讯的平台 同时我们也基于我们的这个传媒的资讯 也给很多品牌广告主提供了很多内容的营销的服务 我们其实每年都会跟很多中国的一些头部的一些品牌 产出一些非常优质的一些营销的案例 也在很多的这个国内外的一些广告节上面呢 获得了很多这个奖项 那其实基于这个网易元宇宙的话 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布局了 那为了其实打出我们元宇宙营销的这样一个概念呢 其实我们也提出了元宇宙人祸厂这样的一个这个营销的解决方案 那为什么提出元宇宙人祸厂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其实是在去年或者说从前几年开始吧 那我们其实整一个中国其实也进入了一个流量的营销时代 那在流量的营销时代里面 人祸厂这个概念其实大家都是了熟于胸的 那元宇宙作为一个新兴的一个概念 那为了让大家能够包括品牌主要能够更好地去认知到它呢 所以我们借用了这个流量时代的人祸厂的一个概念 然后提出了虚拟人数字藏品 以及说沉浸空间这三大一个产品的布局 那这每一个人祸厂的一个布局下面呢 其实结合的都是网易我们自己的一些资源技术 以及我们内外部投资和站立合作的一些合作方的一些生态 那这里其实介绍的就是我们在人祸厂 还有技术和IP还有整合服务上的一些储备 那这个其实我们也是为了给客户去提供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 元宇宙的营销的服务 那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把元宇宙融合厂做了一些提升 我们提出了长效全景的元宇宙营销解决方案 为什么是长效全景呢 其实长效我们理解的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多元效益 第二个全景呢 其实是全场景的链接 什么叫长期的一个效益呢 是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元宇宙营销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品牌它都会去单点的去合作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一个品牌 去跟一个虚拟人去做一个代言 拍一张照片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噱头我已经尝到了 那后续其实它不会再有更多的一些 跟元宇宙相关的一些合作了 那其实长效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也是希望在元宇宙这个时代的过程当中 品牌客户其实需要保持一个长期主义 这里面其实无论是打造自己的品牌的虚拟人 也好 还是说去做自己的系列的 持续的发行的一个输入产品的计划 甚至呢 我们去构建品牌自己的一个元宇宙的一个空间 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那其实在国外 像很多global的客户 那他其实像LV啊 Gucci啊 Barberi啊 Nike啊等等 他们其实已经有了这样的一套 比较长期主义的规划 无论是从这种元宇宙品牌的打造 还是说我去打造一个 其实像LV 他自己做了一个元宇宙的小游戏等等 其实他们都是对元宇宙这个品牌营销 保有一个长期的投入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那这个其实是国内的很多品牌 local的品牌需要去学习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全景 那其实元宇宙它是一个比较虚拟的一个概念 很多现实当中的用户 其实不太能够理解 所以我们在前期 特别是在这样元宇宙营销1.0的时代 需要让用户也好 需要让品牌也好 把元宇宙的一些资源 去更好的跟用户的现实场景去连接 那这个现实场景 我觉得包括几点 第一点就是说 现实的产品的体验 第二点其实就是 现实的用户的一个消费场景的一个连接 那这一面其实我们为什么今天 我们今天主题其实是 我的主题是数字藏品的一些营销的一些概念 是为什么重点去讲数字藏品呢 其实在元宇宙的世界里面 数字藏品其实对应的就是现实世界的用户的产品 品牌的产品 那品牌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啥 就是通过去卖我们的产品 去获得一些收益 所以获或者说数字藏品这个概念 它其实是非常好的去让品牌 跟用户去进行结合 去跟元宇宙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点 那我觉得获的话有两个方面 或者说数字藏品有两个方面的价值 第一个方面就是 其实像我刚才说到的 是去连接我们元宇宙虚拟的世界 和用户的一个现实世界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第二个点它链接的是什么呢 链接的其实是 我的人 我的用户 我的虚拟人 还有我的产品 产品产品空间 比如说我品牌自己的虚拟的元宇宙等等 那我们觉得其实数字藏品是品牌 它最直接是最高效率的 最低成本 去跟元宇宙进行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的一个赛道 那这里其实刚才也都提到过了 是说NFT的它的一个产品的价值 那数字藏品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也是基于国外NFT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形态 以及说内容的形态去进行演变的 那整一个的NFT它其实怎么去划分呢 我觉得这张图是比较好的去解释什么叫NFT的 那其实像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其实是有很多同质化的代币的 比如说我们的钱 那它其实是很好的去一比一的去进行兑换 去流通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经济的道具 那同时呢在现实生活当中 还有一些非同质化的一些资产和内容 比如说我们的房产 对每个地方 每个国家的房地产的这个房产的这个价值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北京其实就房价就还是还是蛮高的 那还有一些艺术品 那艺术品的话 其实每一个艺术品它有自己独特的价值 那还有前几年比较火的像盲盒 还有像我们的这一些潮牌的一些品牌 那它其实都是代表了这个非同质化的一些资产 那在虚拟世界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 它有同质化也有非同质化的 那同质化的话 可能就是像以太坊和比特币这样的一些数字的代币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非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的资产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NFT 包括在大陆可能我们把它叫做数字藏品 那这样的一个数字藏品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 就是对于我们会现实生活中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好处或者说价值呢 第一个点其实就是去拓宽我们对于数字资产的一个边界 以前我们可能觉得数字产可能就只有以太坊和比特币了 那它其实NFT它其实拓宽了很大的一个数字资产的一个边界 比如说像加密艺术 比如说像数字房产 比如说像一些像LV和酷器的一些虚拟时商的一些资产等等 那它其实打通了一项 打通了代币和我们的一些非同质化的一些资产的一些边界 让我们可以看到在数字的世界里面 我们的内容资产的多样性 那第二个呢就是NFT 它其实还是基于区块链的一个底层技术的 所以它的一些资产的来源 以及一些流通的一些信息 它其实是可以保证它的唯一性和这个不可的篡改性的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交易的去中心化 那也是可以去保证一定的这个内容创作者的一个商业的价值 然后第二个其实我们要聊聊的是NFT的它的一个精神价值 那其实我之前也看到过一篇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 从精神领域上来去分析NFT 为什么能够火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它其实提出了一句话 就是安迪·乌霍尔的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说在未来世界里面 每个人都可以出名15分钟 或者说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 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的一些站位 可以成为这个大家的一些焦点 那其实这个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呢 就是从工业革命以来 其实每一个人类的个体 它都是被重复克制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重复的一个时代底色下 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自己去证明自己的一些独特 那像NFT这种非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一些价值 其实也真正也可以去证明我们人类去证明自己稀缺价值的这样的一个 在物质领域的一个影射 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到在国外有很多像这个悲伤蛙 然后还有像这个加密本克 然后像阿足奇 然后还有像无量元等等 它这些非常有名的这个NFT的蓝筹项目呢 它其实都是以每一个不同的数字头像的形式来呈现的 那每一个不同的数字头像的背后其实都是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不一样的稀缺的一些人物的精神的一个意志 那后面其实主要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基于NFT以及基于数字产品 我们网易这边的一些就是我们产品上的以及说营销上的一些规划和资源 那其实网易呢我们其实在做区块链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那无论是我们集团的网易星球 以及说我们传媒的网易新闻的数字产品馆 我们其实是目前是国内合规率比较高的两个数字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发行的平台 我们其实的用户量包括线上的也好 还有我们的这个区块链的这个交易的次数都是非常高的 那其实也是经常会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数字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套房里面去占领头筹 那国内其实现在目前有很多家这个数字产品 然后里面也不乏一些互联网大厂的一些数字产品的平台 那我们的其实一些核心的优势我觉得不仅仅是技术 因为其实技术的门槛会越来越低 那未来我们其实都是在做其实更多的都是营销人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当技术不断的发展 技术门槛不断的降低之后 其实我觉得内容创意在数字产品的营销和内容服务上 是会越来越凸显它的价值的 那所以其实也是基于我们网易做元宇宙营销的 这样的一个长销全景的一个策略底下 那我们在数字产品营销的这样一个体系当中 其实也是用了长销全景去链接我们的人和货 还有厂这样的一个全景的一个营销体系下的一个策略 那我们除了有底层的网区块链的一个技术 那我们中间其实都会 中间我们还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内容体系 那包括我们的网易游戏 还有我们的网易新闻 还有网易云音乐 还有网易的文创和loft等等 那这里面其实 寄举了很多像游戏 资讯音乐 二次元 还有这一些设计艺术等等领域的一些内容 共创者 那跟我们的品牌一起去创造和发行 品牌自己的一个数字产品 那同时呢 我们网易还有自己的一些虚拟人的一些技术和内容 还有我们有这个摇台 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空间 我们其实是可以把数字的藏品 放到跟我们的这个虚拟人结合 也可以放到我们这个沉浸数字藏品里面 去打造一场这个数字藏品的一个 艺术展当 所以在整个这样的一个体系下面 从上中游的这种技术内容和体验的维度 也好 还是从我们元宇宙人活场的一个维度也好 这个数字藏品的影响 其实都会占据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如何去帮助品牌 去提供这样的一个虚拟资产的一个成效服务 那这里面其实给大家展现的就是 我们去帮助品牌 去打造自己的数字藏品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从这个品牌自己的数字资产的定制 到一些就是技术和这个法律的确权也好 版权的确权也好 以及后续的一些资产的一些 这个NFT的发行也好 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帮品牌去承接的 那其中我觉得更主要的一点 就是为什么提长效 就是说品牌发售的藏品 它不是发一次就结束了 我们其实是希望品牌 结合很多自己的一些场景 比如说新品发布的场景 以及说一些次于运营的场景 去持续的去发布自己的品牌的虚拟的内容 那我们会根据一波又一波的 这个数字发行的计划 去评估这个市场 对于这个品牌 它这一波数字藏品的这样的一个反馈 然后去进行一个 它后续这个数字藏品发行的一个 策略的一个调整吧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品牌在试探 虚拟数字藏品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品牌去做一些实体新品的 这个发布和测试 其实需要投入很大的成本 但其实虚拟藏品 这样的一个发行和测试 其实还是大大的去降低 品牌的一个这个市场的费用和成本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觉得数字藏品 它还是需要去链接我们品牌和用户之间的一个关系的 它其实是不仅仅是一个藏品而已 它其实更多的是去打通我的用户的消费场景 甚至它未来会朝着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社交货币的方向去发展 那这里面需要去链接的是我们品牌的实体价值 和这个数字藏品之间的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绑定 同时呢还要去链接用户体验的一个价值 那最后达到的这个效果就是说 我这个藏品是跟品牌的产品 实际产品是有关系的 第二个呢 是我跟我用户的体验是有关系的 那在这两者的加持之下呢 用户才会形成一个自发的裂变的一个视角传播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数字藏品是在新消费品牌营销当中 是去加buff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其实所以我们其实结合了很多 我们自己发行的一些计划 以及帮助品牌去发行的一些这个经验吧 我们其实开发了很多多元的玩法 比如说我们有网口的玩法 那这个用户的数字藏品 其实是可以通过隐藏的方式去掉落的 那这里面其实也激发了很多用户 自主参与的一个过程 那第二个呢就是UGC的玩法 那之前其实网易在H5时代里面 做了很多用户DIY的这个爆款的一些H5 那我们其实也是沿用了那个时代 我们的一些经验 加上了区块链实时商链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让用户可以不仅通过UGC的方式 去定制自己的内容 并且我可以通过区块链的方式 让我自己创造这个内容 变成永久保存的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第三个呢是结合品牌的一些发行的计划 我可以把虚拟的产品和现实的产品 进行绑定发售 那无论是我买实体的产品 去送我的这个虚拟藏品 还是说我去买我的数字藏品 去兑换我线县门店的一些数字藏 说的那个实体的产品等等也好 那它其实未来是打通了一个 全新的一个带货的一个模式 那除此之外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 跟我们的新品发布 以及是我们私语引语的这样一些玩法 这边就不过多介绍了 然后这边其实我们想介绍的一个案例是这样 就是我们今年跟一个美妆品牌 直存秀做的一个案例 那它其实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通过DIY的一个互动玩法 加上我们用户这个实时商联的一个技术 那我们去打造用户自己的一个数字头像 那这个案例的话 其实我们当时发当天的发布的时候 就一下就被抢空了 就是每一个用户他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这样 DIY的方式去做自己的数字藏品 那在这种的互动模式下 其实是相比于你品牌自己 自说自话的去发布一个数字藏品 是来得更能跟用户去进行交流和社交的 第二个呢是关于价值链接的一个案例 是我们网易严选 就是我们的一个电商平台 那他在2022年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年货礼盒 那在他发布这个年货礼盒的同时呢 他还就是在线上发布了这个限定的这个数字藏品的盲盒 那这里其实就是像我刚才说到的 我们的实体消费和我们的数字藏品之间的一个链接 那对于我们的实体消费来说 它是一种体验的升级 那对于我们这个数字资产来说 那它是一个限制价值的一个链接 那以及我们这边介绍的一个 global的一个案例 就是可口可乐的一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的话 其实是我们觉得目前来说 整一个行业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 或者说数字藏品未来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策略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我们在做数字藏品的这样的影响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应该仅仅的均逆于 就是说我单个NFT的创作 那像可口可乐这样一个Friendship Books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 其实它以NFT数字创作为起点 但是它在后续其实安排了很多这种营销的爆点 比如说我先创作NFT的数字藏品 然后我经过一个虚拟的一个拍卖会的一个形式 然后把它拍卖出去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品牌就有很多这种可以去炒作的一个点了 比如说它其中的一个NFT的棉衣 那它其实卖到了57万美金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你觉得这个事件其实已经结束了吗 其实并没有 那它会把这个数字藏品以工艺捐赠的方式 再这个卖出去 然后把这一个所得 然后捐赠给某一个这个工艺基金会 那品牌的这样的一个维度 其实就已经跳脱了我在做数字藏品的这个维度 它跟可口可乐这个工艺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去进行了绑定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品牌通过数字藏品 在不断的制造自己的传播的峰值 也在延长自己的这个营销的一个生命周期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数字藏品策略的一个升级 那所以其实总结了很多经验之后 我们其实也发现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 借助我们已有的网易的一个区块链的技术 加上我们在之前的一些给品牌 和我们做内容的一些经验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社交体验 这样的一个这个玩法 是希望把数字藏品 往一个品牌的一个新的一个社交货币去进行转变的 那在技术当中呢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 我们网易有最合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藏品的发信平台 而且其实我们有别于一些大厂在卖数字藏品 或者说买一些文国的IP去卖这个数字藏品 我们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去给我们的这个品牌价值去赋能的 那同时呢 其实我们整一个的平台的一个用户的体验是非常流畅的 我们不仅仅有APP 我们还有H5 还有公众号 因为我可以非常方便的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数字藏品的发信平台 点开自己的这个数字牵套去查看自己拥有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资产的 那同时呢 我们的产品定位其实刚才也说的很清晰 我们会做很多2C的一些玩法 也会针对2B去做一些很多影响的一些结合 我们做了很多跟潮流艺术的一些跨界的一些联名的项目 以及我们在线下也做了很多数字的艺术的展览 那我们其实为了去快速的满足品牌与用户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我们在数字藏品的一个这个结合当中 其实也想了很多的一个点 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一个轻量化的一个获取 以及我们多样化的一个支持 格式的支持 我们不仅可以做这个GIF图片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藏品 我们还可以去结合品牌很多的需求 比如说他要做数字的黑角唱片 他要去做一些数字的盲盒等等 这个其实我们都可以支持 那同时呢 我们还有很多比较有创意的一些亲人亲面的玩法 我们可以像这个尺寸秀的案例一样 用DIY的方式用用户去共创自己的数字藏品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AI的方式去自动的 人工智能去生成很多这种不一样的数字藏品 那这个其实也是为了去提升用户在做数字藏品体验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差异感和一个愉悦感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内容的部分 那在我们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营销的一个阶段呢 其实我们积累了很多IP和资产 刚才也说到了像游戏的资产 网易有很多的这种游戏 其实都可以去跟品牌去进行结合 那包括我们的很多音乐 还有我们的很多二次元的一些这个资源 其实都可以跟品牌去进行一些跨界的玩法 同时呢我们还有像虚拟人 艺术家 以及说一些文语文旅的一些IP 那这里面其实都会作为我们很充足的一些弹药 去为品牌去提供共创 加数字营销的一些服务 那这里其实介绍的 其实就是我们在新闻游戏 包括原音乐 还有文创等等 我们做过的一些案例 那第三个呢 其实就是像我刚才讲到的是说 我们非常注重的是用户的体验 因为像我们现在很多去玩元宇宙 或者说去了解NFT的这群受众 还是一群年轻人 那这群年轻人 他其实不仅仅要看到我的这个数字藏品 他希望自己的这个数字藏品 是有更多的不一样的一些受众体验的 那像千人千面这样一些玩法 我每个人拿到的不一样 那他其实这个时候有一种 尊能那个专属感和独特性 那还有像盲和的玩法 其实是提升用户的这种未知感的这种惊喜 那同时呢 我们还会结合一些插 和培压的一些方式 去让我们用户去观看 和参观数字藏品的过程当中 我们去增加自己的一些体验 因为网易我们其实也有很多这种 X和VR的一些资产 包括我们有网易银河 那网易银河呢 是我们VR的一个体验馆 在大陆的话 有商买家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中心 它覆盖了我们70多个 12线的一个城市 那未来其实我们可以通过VR的一个方式 去让用户去近距离去感受 我们的这个数字藏品 那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VR的方式 让我们的这个前面说到的一些艺术家 去进行VR的创作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可以是值得去传播的一个营销的一个亮点 同时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配合品牌很多 线下的一些户外的广告 把我们的数字藏品不仅仅作为一个数字的一个资产 我们更希望能够跟我们用户 那个品牌 也有的一些这个广告的资源去进行结合 比如未来其实我们会跟一个 酒店客户吧 合作一个数字藏品的一个计划 那它其实就会在一个一线城市的这样的一个 做一个这种3D的 裸眼的一个这个数字藏品的一个观看和获取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那其实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数字藏品这一个赛道 我们做的一些从技术也好 从内容也好 以及从体验也好的这样一些结合 那我们其实是去为了去链接用户的一些消费和这个 现实场景的这样的一个品牌自己的 品牌自己的一些这个独特的一些特点的一些内容 那后面呢 其实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第二个身份 第二个身份就是说 我们其实除了去给品牌去做数字藏品以外呢 我们自己其实也在孵化一些web3的一些IP 那这里面其实我们做这个IP 其实是有一些初衷的 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在做NFT这个数字藏品营销过程当中呢 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更加换位思考 如果我们是品牌的话 我们怎么样才能帮助他们去运营自己一个长线的一个IP 甚至这个IP未来可能会脱离我们这个数字藏品的一个东西 它会变成一个品牌的一个新的一个内容线或者说产品线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N3Flow这样的一个厂牌 那它主要就是去孵化一系列就是数字的这样数字藏品的一些内容 那这里面其实要重点介绍的就是我们第一个 我们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藏品的一个IP 那这里其实有一个背景就是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国外的很多蓝筹的项目 像Azuki和这个欧梁源 那它其实是通过这种数字头像的方式 然后去把我们数字藏品的一些概念和它的一些这种独立的一些精神去进行体现的 那包括我们像看到了很多一些大厂发行的一些数字藏品 那它其实都是在希望以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未来我们这个数字藏品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藏品 它很可能是我们进入到这个元宇宙的一个化身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考 推出了这个Bling Map宝石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其实希望表牙的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那在自己的这个元宇宙的世界里面 拥有一个独义无二的一个数字的化身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个我们发行的一个TVC版 王老师这有声音吗 你有听到 有声音乐 有声音乐 感谢观看 好的 刚刚其实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个数字藏品 这个宝石人它还是比较震撼的 其实我们的初衷就是通过以数字藏品为起点 我们去探索很多跟这个元宇宙内容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它未来其实我们对于这个项目的一个规划 其实它不仅仅是数字藏品 我们希望把它打造成的是一个web3的IP web3的IP其实未来我觉得也有很多的发展的空间 包括其实我们在基于数字藏品这条线上面 我们还是可以延续现在目前的一些玩法 包括盲盒也好 包括我们的一些合成也好 甚至以后我们的不同的数字藏品之间 都可以进行一些打斗的一些玩法 那这种其实是在数字藏品这一条线 包括我们在营销的这样的一条线上面 能够跟品牌去进行多元结合的一个分点 那第二个就是也是我们未来 为什么要做web3的IP呢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web3它其实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点 就是说它的内容可以非常好的跟未来元宇宙空间当中的很多东西去进行结合和复能 那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落回到人类的这个现实的空间当中 我们除了去在现实的空间当中去做一些品牌实体的复能以外 也可以在我们的虚拟空间当中去进行一些很多有空头或者说有盲壳的这种福利的玩法 那把这一条数字这个藏品的线变成很多条线 那未来其实一个产品的发展它肯定也不是线性的 在元宇宙的这个世界当中web3的IP它肯定是多元的这种 这个多多非线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 那包括我们其实现在在数字藏品的领域 我们其实已经空投了很多的内容 然后玩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空投去进行这个合成 进行PK以及进行积分的一个对比 第二个就是在实体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跟很多线下的像潮流的IP和潮流的这种服饰去达成了一些合作 那这里面其实我们跟一个叫Nothing but mini的这样的一个潮流品牌 去进行了一个跨界的合作 那他们家的这个产品的话其实是潮流小众的一个路子 也被像王嘉尔和我们这些这种头部的明星去进行种草和代言过 那未来其实我们也会跟他们进行一些更加深度的一些合作 会结合我们的数据藏品去打造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一些现实当中的一些实体的产品 那N3 Flow我们未来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产品线 基于宝石人的话我们除了这个发行和空投以外呢 我们还有很多像我们的联名的小说 还有我们很多这种实体的这种剧本纱的一些社交场景的结合 那除了宝石人以外我们还会有像金属人 还有像合金人甚至糖果人这种manta human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藏品去进行发布 然后还有呢我们还会去跟这种丧文化年轻人这种次时代的一些精神去结合 推出一个叫无力归的这种数字头像的一个IP 那这个IP呢未来我们其实对标的是 就可以和这个无聊员我们希望去打造一个有足够出海级别的这样的一个NFT的一个厂牌 那未来其实大家可以发现我们N3Flow是主要是做的这个数字藏品 那未来其实我们是希望它往Avanta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进行结合的 我这个数字藏品它不仅仅在我的这个数字钱包里面可以看到 它也可以未来在我这个元宇宙的世界里面做我的分身去进行合作 那同时呢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未来我们可能最终的幻想可能是打造一个元宇宙的世界 那这里面可能会有我们N3Zoom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就像Decentraland和Sandbox一样 我们可能会打造一个元宇宙的空间 那以前我们在N3Flow里面获得到的数字头像也好 空头也好 一些品牌类的一些内容也好 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去进行呈现和展示 那以上其实就是我们这边关于数字产品 想要以及说我们N3Flow这一个厂牌的一些介绍 谢谢 哇我们非常谢谢王哲威尔老师帮我们介绍 网易传媒这边结合他们的深厚的技术 还有相关的内容体验的一些丰富的经验 为我们介绍数字产品的营销的一个布局 那他们的布局真的是既深且广 尤其是那个多元玩法让我觉得不管是从盲盒 UCG 合成虚拟绑定的这些 可以说是一条龙式的一个存方位的服务 那我特别同意它的是一个长效全景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品牌端在做数字产品的时候 它不是一次性的 不是一个campaign的一个完成而已 它应该是一个长效 一个长期的一个布局包括人货厂 都应该一个考虑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经营布局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第三位讲者 我们请到的是 Leap Based Consulting Group的创办人机执行长 李嘉宪老师Nier 那Nier其实是一个连续的创业家 那他现在也是悠悠卡公司的董事 还有台湾大学工业工程研究所的兼任讲师 还有台湾敏捷协会的常务理事 那2020因为疫情的关系 导致于许多的企业面临到一个数位转 企业转型的一个需要 那Leap Based就在这波的一个需求跟一个趋势底下 提供了一个产业革新的一个策略技术创意的一个顾问 那由国外导入的Venture Studio为外创新这样一个概念 那成功协助了许多的一个团队 那他这个Venture Studio 里面也有一个EchoX是在台湾算是NFT里面非常前进 非常Pioneer的一个团队 那也有非常厉害的一些案例 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请Neil把我们分享 品牌组如何透过NF3进驻Web3世代 我们欢迎李嘉倩老师Neil 好谢谢EVS的介绍 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和所有与会的嘉宾 分享一下我们这一年来在这个NFT的这个市场 在中国这叫做数字产品的这个市场的一些经验分享 好那就开始今天这个部分的一个分享 那就是今天主要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区块链与NFT的一些现象 跟我们目前在台湾这里 然后以及跟一些这种亚洲的一些艺术家 怎么去落地合作一些具体的一些实践的案例 那也让供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对于未来的不管是在数字营销上面 或是在品牌经营上面 可以有哪一些不同的变化跟创新 那刚刚其实EVS有大概介绍过我的一个background 那我一直以来都在这个数位创新的领域 那所以上一间公司是在做mobile app 那做到应该台湾的前三大 然后被远传电信给收购 那我一七年离开集团 那又创办了Libax这间顾问公司 那主要在协助一些上市柜公司 在做孵化一些新的数位项目 那今天我分享的也是我们所孵化的一间企业 叫EchoX 它去年到现在所在NFT市场上面的一些实际案例 那我除了刚刚的一些身份之外 那我在台湾大学有任教 那也是一些专栏的一些作家 那这大概是我的一个简单的background 那在开始之前呢就也让大家先简单认识一下 就是EchoX间公司在做哪些服务 那目前EchoX其实提供的有三个服务 第一个就是从这个NFT的发行策略跟技术顾问 那这一段主要其实在协助蛮多的品牌的业者 或是艺术家 那去规划如何去进到这个Web3的这个世界 那除了这个顾问服务之外 我们目前有两个平台 一个是图C的平台 叫EchoX Galaxy 那这个平台其实做的事情是让所有这个 持有这种数字产品 NFT的这些收藏者 他有一个平台能够展示他的产品 透过一个虚拟展间的形式 将他的这个展示品能够展示出来 并且邀请他的朋友来这边去分享 或去欣赏 那另外一个是最近我们也刚上线的一个SaaS服务的平台 叫EchoX Business 那这个平台其实就更面向的是给品牌客户来做使用的 然后去协助品牌客户打造一个专属的Web3的一个会员入口 那这个大概是目前EchoX这间公司 我们在这个元宇宙NFT的这个领域 那所提供的这几个面向的服务 那等一下的分享里面呢 有蛮多也都会提到就是 如何去善用这些相关的工具 然后来协助企业去规划思考或布局 在未来这个多彩多姿的元宇宙世界里面 该如何抢的先机 那这个可能大家这几场可能都有听到 但我还是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就是要做NFT或是要做进入这个世界 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的对于技术上面的一个认识 那比较能够知道说 到底这个技术它带来的创新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那讲到NFT其实一定要知道 它背后的底层技术就叫做区块链 那区块链的技术呢 简而言之它就是一套可被信赖的帐本系统 就是我今天把一个资料写到这个系统里面来呢 很难被串砍 这个其实是区块链的一个特色 那大家是基于这件事情 所以信任这上面的这些资料 衍生出来的很多的应用 那它有什么样的特色 就是第一个它是去中心化的 那没有一个中央组织是由社群 在区块链世界社群就是指矿工 拥有矿机的这些持有者 由他们来决定这个整个区块链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底层公链的发展方向 那第二个特色就是它是一个全自动化的一个运作的模式 就是它的这个资料写入打包等等的部分 都是透过一个演算法的形式 来去做这个写入跟打包的动作 所以它没有一个人为的一个介入 那第三就是它的安全性相对是高的 那因为它要篡改上面的资料 其实复杂度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这边其实也帮各位也分享一下 为什么说我不会说它无法被篡改 因为任何的技术 就是不管再高深 它一定会有破解的一个相对应的技术 这跟锚跟盾一样 只是我今天要破解它 我今天要修改它 我要付出的代价到底值不值得做这件事情 这个会是今天我要破坏一个 一个这种信任结构的时候 要考量的事情 所以其实区块链就有这三个特性 这三个特性呢 其实是衍生应用在上面的这些NFT的运用 它最根本最根本的一个根基 那所以可能大家也很少知道说 那为什么区块链技术要做区块链 不叫做其他的什么链 那其实区块链是由两个英文单字组成的 一个叫做block 一个叫做chain 那block是我们在软体领域里面去记录资料的一个最小单位 就是一个区块 那各位可以在简报上面看到 一个区块的样貌呢 它就像是这个图中所示 就是一连串你看不懂的各种的密 就是加密过的资料 那这个资料里面在写什么 其实就是帐本 就是谁给谁多少单位 或者是一些你要记录在这个链上的资料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block就是一个最小的储存资料的一个单位 那chain是什么意思 是他透过了一种资料演算的结构 让这个每一个资料的区块连结在一起 那这个连结在一起呢 如果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话 它就像是这个连环船一样 每一艘船之间都用铁链绑住 那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它的结构非常非常的扎实跟稳固 表示它其实很难被撼动 那简单我们就可以这样做理解 当然讲详细的话它很复杂 它是一套这个加密演算的相关的一些 一些运作的机制 才让它的这个资料结构 变得很难以被破解 牵引法动全身 这样的一个一个概念 所以其实区块链的单字 就是这两个技术的连结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技术 所以我们这样有一个基础背景的这个认识之后 那我们就来看看 那到底NFT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情 要先讲这两件事情 因为它就是基于区块链技术 上面所衍生出来的一种 这个数位凭证的一个记录证明 那区块链技术上面衍生有哪些 最早最早我们认知的应该就是比特币 比特币 那比特币为什么会有它的这个地位 是因为它是全世界第一个这个所谓的区块链技术的 的相关的这个技术 那第二个我们所熟知的 现在也是全世界第二大的这个相关的区块链的公链系统 叫以太坊 市值也是第二大的 那以太坊它为什么会这么是成为目前市值第二大 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叫智能合约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让这个区块链上面除了记账之外 我们可以把程式码也放上去区块链 然后让这个程式码也不能被篡改 并且执行相关我们要求它执行的一些逻辑 那所以以太坊它成为市值第二大的一个公链系统 而NFT呢就是基于智能合约所衍生出来的一种应用 所以当然其实现在能发NFT的不止以太坊 因为非常非常多的公链 像可能Solona,可能Tazos,或者是Avalanche 非常非常非常多 就是目前所有的公链上面 只要能够搭载智能合约的 它其实基本上都能够发出NFT 那当然没有智能合约的就不能发 所以你不会听到有人说 我发在比特网路 就是比特币网路上面的NFT 那如果有人跟你讲说 它的NFT发在比特网路上面 现在肯定就是在骗人 那为什么?因为比特币整个 它的这个系统上面是目前是不支援智能合约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让大家知道 其实NFT就是基于这个区块链技术上面的智能合约 所产生的这种所谓数位凭证的一种技术的运用 运用在各个不同的产业跟领域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NFT的一个企业 那这里面其实也可以提到 就是在整个这个NFT的世界 或我们讲的这个区块链的世界 它几个我觉得蛮关键的点 就是它从一个叫做人的治理 进到了所谓的机器治理的世界 为什么会这样说? 是因为它在这个运作体系里面 之所以会形成一个大家有共识信任 主要第一个就是它透过区块链的技术 做到了价值确保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透过的是一种所谓的供链协定 那又透过这个协定去让流通性增加 因为只要是全世界的开发者 它愿意去遵循一个供链的协定 它其实就能够去连接链上的资料 甚至是去使用别人所发行的 这些相关的这些NFT的使用 所以基于这件事情 让它的流动性是提高的 那第三个关键就在于 它所有的参与 其实都会是一个社群的一个概念 所营造出来的 所以大家一定也听过 叫做DAO 去中心化自制组织 那这样的其实都是衍生而来 就是从这个区块链到NFT 然后到这个Cole's Law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形成的一个 整个技术底层衍生出来的一个价值体系 那有了这样的概念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NFT为什么会跟很多过去 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技术或是一些使用的方法 会有点不同又有点类似 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刚刚描述的一些特征 那有NFT那就会有所谓的FT 那什么是FT FT就是同质性代币 那这个其实过往如果有经历过2016、17、18年这几年 那都会听过一个词叫做ICO Initial Coin Offering 那那时候其实世界上在炒什么 其实就是在炒FT Token 就是基于以太坊智能合约ERC20的通讯协定 所发出来的同质性代币 那它就是一个每一颗都是一样的 就是它没有什么差异 每一颗的特征值都是一样 它就是一个一枚代表一块钱 它就是一块钱 这叫同质性代币 那举例我们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钞票体系 就是你在钞票上面印它是100块 它是50块 它就是值这个价格 你能够用这个东西去跟其他人换到等价的东西 那NFT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FT前面再加上一个NOT 叫做非同质性代币 那这种非同质性代币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每一个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Token 或是我们叫做凭证 它都有一个它自己的特征 这个特征可能是编号 可能是颜色 可能是任何一个你想要描述它 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非同质性代币 每一个非同质性代币 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 它都有它个别的特征 那这其实就叫做非同质性代币 所以有NFT就有FT 那它两个的差别在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如果按照我这个简报上面所描述的 假设今天一张钞票 那如果说我们的钞票上面的编号是像一个18888这样的一个吉祥的数字 那会不会有人他会愿意用高于这个钞票上面的这个价值去购买它 会有因为收藏家就会愿意花更高的价格去收藏一个具有这种吉祥数字特征的钞票 那这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NFT的一种特性 这为什么大家讲说NFT为什么会有它的一个价值市场的操作空间 就是因为根据这个上面的不同特征 或许会有某些人他很想要收藏这样的一个特征 或是他想要收藏它来代表某种身份 这个其实是NFT的一种特色 那我有了刚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认识 那我想可能大家对于这个NFT就有一定的相当的理解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到底这些东西在这个市场上面 我们可以做一些实际的运用 而不单单只是就留于一种技术上面的理解 那其实NFT如果我们再换一个方法来理解 它其实就是一个程式化的雷射防伪标签 那这个标签上面就是我今天有了这个凭证之后 那我可以依照这个凭证来代表某些 这个所谓的它是数位的创作 它的作者是谁 那什么时间点所完成的或是上链 那这些东西一旦你写到链上之后 你就无法去串改 所以有一种是可以做防伪的这件事情 那当然其实这件事情也让大家也知道 就是NFT也不是万能的 就是我今天能够做这个防伪或者是这个凭证 但是如果你今天源头 写入的源头就是假的 那当然你就算写了一个防伪标签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假的 所以我们讲说NFT它能够确认 就是这个是这个 就是A就是A 但是它不一定能保证A一定是真的 就是确证这件事情有确证的技术 那确认它是真的 然后透过写入这个用NFT的方法 去产生一个记录的凭证 那这个东西只是在作为一个 就是刚刚讲的这种保存上面的一个 形成大家去相信它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过程 一个价值储备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其实是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NFT不是说这说NFT都是真的 不一定不一定 这还是要看发行方是谁 以及它的这个所谓的发行方 有没有所谓第三方认证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机制 那你才能够知道说 它后面代表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回到这个东西 那就有一些具体的案例 包含国际上的案例 包含我们实际执行的案例 那第一个其实分享的 其实就是跟葡萄酒结合的一个 NFT的一个运作的案例 那这个其实也还蛮经典的 那也是目前还蛮有名的 那这个平台叫做Black Bar 那Black Bar其实它做的事情就是 它是提供实体的这个列酒 名酒的一个储存 那但是它不只提供储存 而是它提供的储存后 它还会提供给这些储存方一个NFT的一个凭证 那这些凭证可以干嘛呢? 其实可以去做流通 就是我今天把我的酒送到了Black Bar 新加坡的这个储存点 那它也验证说这个酒是真品 那它就会给我这个储存方一个这样的一个NFT 那我今天就可以把这个NFT放到各种的二级市场的交易平台去贩售 或是我可以做个人对个人的贩售 那怎么卖呢? 我卖它的就是这个NFT的凭证 那买到的人呢 它其实就可以拿这个凭证 凭这个凭证到这个平台 去把藏在它这个酒窖里面的这瓶酒给领出来 去做使用 那当然它也可以不领出来 持续的保留这个凭证 然后去做后续的可能第三手第四手的交易 这其实是一个Black Bar 它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概念 怎么运用NFT的凭证 所以其实用第二张就是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就是NFT代替的就是酒供这个客户做这个流通性的交易 那它又提供了存储跟物流 所以让这个买到的人就算今天他真的要开瓶把它喝了 他也都有办法去拿到这件事情 那当然它就创造了一些新的这种交易的这种形态 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市场 那甚至也透过NFT这件事情 它也让这个Crypto Holder 也能够用加密数字货币来去做交易 所以这其实也是现在有蛮多的这些 就是有本身有存储的能力的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产业的人 其实也看到说 这其实是一种落地的一种运用 那第二个案例也是我们在台湾这里 也做的一个实际的案例 就是我们和这个VR的一个金奖导演黄兴建老师 然后还有这个世界的名厨江振成主厨 那跟这个舞蹈界在这个华兰圈也很有名的张艺军老师 共同合作的一个艺术品的体验 加上餐饮实际线下的体验的一个结合的案例 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去年应该很多人都有看到 或者是甚至有体验过 那它就是一个可以吃的NFT 那它横跨的就是一个VR加艺术加餐饮的沉浸式的体验 那其实这整个的概念其实还 在勾勒的时候其实还蛮创新的 因为这个整个有这个起心动念 应该在去年的6月左右 那就由这个黄兴建老师 他想要做一个VR的沉浸式的一个作品 去国际的那个餐展 那它这个作品里面就是想要去融合餐饮的一个艺术 那所以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策展团队 就是黄兴建老师 江振整主厨跟张军老师三位 那这个怎么去做呢 就是我透过这个黄老师 他的这个VR的艺术的一个设计 把江主厨的一个他做一道料理的艺术 那他的起心动念跟他的背后的想法 融合成一个沉浸式的一个VR的一个影片 那让这个所有的这个持有的这个 所谓的长家 有办法除了收藏作品之外 更能够到RAW的线下去品尝 这个从影片里面的这个起心动念 所产生出来的一道料理 那这个其实就是 如何将这个VR艺术 然后还有餐饮去打造成这样的一个 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其实他的这个整个的概念 就是不只是单纯就是只有我刚才讲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模式 所以我们在规划这整个策展的时候 他其实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有八个就是 能够跟就是共创这个艺术品的八位 就是共创者 那这八位共创者他除了去 刚刚讲的就是到RAW里面去体验 这整个完整的沉浸式就是体验之外 他还参与了这一次的整个创作的一个部分 就是透过他们把这个里面有一个核心观念 就是埋下种子的这件事情 是由他们以及他们的想要命名的名字 给命名在这棵所谓的创世树上面 那这个创世树的就是一个互动的艺术 那后面的这个树会持续的生长 有机的生长 随着去体验的人变多 那他的数就会增长成不同的模式 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规划了让八个共创者 去拥有了这样的第一批的这个这个种子 那第二批 第二阶段呢 我们又发出了512个叫做SEED token 种子的token 那这个token呢 它可以干嘛呢 就是它除了它可以去肉里面 只有这个持有这个凭证的人 它才能够体验这一道特殊料理 才能够带上VR去沉浸到这个世界里面 然后去享用 那并且它也可以跟刚刚讲的中创者所埋下的这个树的种子 进行互动 那透过这个互动呢 又可以去产生一些新的赋能 就像我们两个礼拜前 因为其中一棵树已经长出了我们讲的金苹果 所以我们就抽出了一套那个肉的这个免费的一课 去分享给就是所有的这个token的holder 它可以抽奖去抽这个奖品 所以这个互动呢 就结合了一个VR艺术 然后结合了料理 又结合了互动的一个生成 那形成一种 对于餐厅来说也是一种创新的模式 然后对于会员经营模式来说 它也是一个创新的经营模式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已经具体现实续的在运作中的 一种NFT的结合的一种运用 那这是讲的这三位创作者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就是创世术 那这是三个独一无二的 就是给这三位这个创作艺术家所拥有 那这是当时我们的八科 就是透过拍卖的方法 然后去进行 那其中当时拍的最高价的是 沿这一颗共创者的 的original的NFT 那总共卖的价格是11.025的ETH 那第二名是风土 卖了10.085的ETH 那目前这八科里面 价格最高的应该是 Chef自己原本他有私藏一颗 那有他的厂家用 也是从OpenSea上面买到的 所以这大概是 这八科的经营跟当时销售的方法 那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这八位共创者 我们举办了一个共创者之业 那共同的去启动这个作品 那让这个环节能够往下去进行到后面的一些阶段 那当然我们除了提供这个NFT的这个发行跟持有之外 那因为我们讲了 其实这个NFT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merge的offline的体验 所以我们也要让这些holder 他有办法能够透过线上定位的方法 去定到这个应该是说 目前全台湾最难定的餐厅road的位置 所以我们这一颗当时发的这颗NFT 他除了这个就是可以去roll吃饭之外 他还有优先定位的权利 那如果大家有定过roll就会知道 其实基本上他的位置是一位难求 你基本上如果没有就是运气比较好 或者是起得比较早 基本上他一开放定位就是秒杀 那所以这其实也是对于NFT的持有者 有另外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权利 就是他可以在开放定位的时候 有优先定位的一个资格 那这个其实也就是负能 要怎么付会让这个token能够更有价值 这也是我们在这一次的策展里面 其实有都考量进去的 并且提供了系统能够让这些持有者 能够去方便的去使用这个权利 所以这个其实是其中一个相关的流程 就是但我们除了做这件事情之外 我们也让这个避免就是有人买到 就是已经使用过负能的token 所以我们有查询的相关的一些机制 就是让买的人他其实基本上也可以去查说 这个负能到底是被使用了没有 好那这个其实都是相对应的一个配套 就是不然其实现在目前很多的项目方 发了NFT之后他下一个苦恼的点 往往是我该怎么样去管理后续的负能 怎么样去收集到这些持有者的一些相关资料 我该怎么去联系他 尤其是品牌业者一定会更考量这件事情 那这个是我刚刚提到的 我们发行的这512颗seed NFT 那每一颗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生成出来的各式各样的 依照参数的种子 那这些其实就是他持有NFT 他才能够到RAW里面去去体验VR 跟享受这道餐点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影片 就是实际感受一下 餐厅即将开门营业 后台厨房超过30名料理高手 将新鲜蔬果和顶级食材 预先做好准备 经过特别的计算 他放下来之后 他是会一直回去 美食少不了器皿衬托 顾客像走进一廊 感受职人降薪独具 知名主厨江振成 把料理变成NFT 让金字塔克群感受最极致的用餐体验 主题是沉重的 但是餐点是好吃的 酒道菜肴各有主题巧思 像是这件摆盘 紧扣海洋污染异象 握手丝仿佛沙丁鱼搁浅 淋上初榨橄榄油 昆布油 黄金鱼子酱酱汁 景思环景一提 也品尝多层次风味 这个树皮上面有上了一层树脂 跟玻璃纤维 所以是可以逐步再使用 野菜 菌菇松露 放上树皮做成的餐盘 饮食反普归真 另外极端气候下 干旱或暴雨冲击环境生态 江振臣运用3D列印餐盘 满足视觉 味觉嗅觉等无感饗宴 全球第一颗可以吃的NFT 整套餐点吃完下来 花四个小时 消费者还可以戴上VR眼镜 跟餐点互动 多重感官 创造独特的餐食体验 拿起感测装置 跟着虚拟实镜 走进古老农庄与壮阔美景 最后树上掉下一颗苹果 幻化成可以吃的精致甜点 江振臣与表演艺术家 VR导演联手创作的NFT 一开麦就秒杀 当你在完整地了解 这个创作的理念之后 再回到现实 来吃这道菜的时候 我们所理解的那一个 创作的起心动念 是完全一致的 现在你可以看到 很多的NFT都会跨界的去连结 那彼此之间去做一些 怎么讲合作 赋能 然后去为它创造 复兴的一些价值 不管是在线上的价值 或在线下的价值 我们中国发行五百一色颗 每一个都会有一个 独一无的TokenID 我的就是448号 简单定位流程 就能吃到独一无二的NFT 发行业者表示 越来越多明星 网红国际品牌 越越浴室 市场热度 渴望更加提升 所以 刚刚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展示了说艺术的创作 然后跟线下的这种 Lifestyle的极致的体验 你该如何透过NFT 这样的一个凭证 把这几个元素给结合在一起 然后去做一个跨领域的创新的运用 那第三个我分享一下 我们跟艺术家如何去合作 就是一个纯艺术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是我们去年 也是大概12月的时候 跟就是华人区非常有名的行为艺术家 就是张环老师的一个合作 那我们合作的这个题目叫做 一个艺术家的天长 那这个合作呢 也不仅仅只是跟张环老师 因为张环老师是应邀 那个圣彼得宝的东宫 做了一个NFT的策展 那他就想要把他过往的创作 能够结合NFT 能够结合行为艺术 但又有办法能够保留出一个结果 那这个这件事情 其实做得比那个Marianna还早 Marianna就是行为艺术的教母 张环老师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就合作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共创的一个概念 那他怎么去完成这件事情 就是 整个商业模式就是 我们透过NFT来记录一个行为艺术 那我们让每一个参与者 参与之后 他的这个参与的记录 都会变成是一个NFT 那每个NFT 他其实都可以去跟游戏做一个互动 所以这整个艺术作品 是透过跟社群 跟参与者之间的互动 所生成的一个生成式的艺术 所以他也结合了 我们讲的行为艺术的一个关键 或是一个行为艺术的一个核心精神 那具体来讲 就是我们用的作品是什么 就是这个是张环老师 2005年在那个应该是纽约的街头 他就是身着这个生牛肉人 生牛肉的这个资成的衣服 走在大街做的一个行为艺术表演 那讲到生牛肉装 大家可能第一个印象会联想到是Lady Gaga 的确Lady Gaga有一次的这个演唱会 他也是穿着生牛肉装 那他的受这个应该说这个概念的启发 其实就是张环老师在2005年的这个创作 好所以延续了这个牛肉人的这个创作呢 那我们怎么样把它线上化进到元宇宙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怎么把它具象化做的这个艺术品 那这个其实就是召唤老师的这种 当时我们在做整个 Testing 的时候 他实际去参与互动 那我们其实就是把他的这个牛肉人的意象 做成这种Pixel 式的这种数位的一个雕像 那放在游戏里面 然后让每一个这个想参与的人 扮演的是什么 扮演的是秃鹰 所以每一个人扮演秃鹰要干嘛 要吃这个牛肉人上面的牛肉 所以吃完之后就会形成一个残骸 就是这个就是没有吃完的部分 那没有吃完的这个部分 它其实就会变成是一个可被收藏的NLP的产品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 它其实有一个艺术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意涵 就是当时老师提的艺术意涵就是说 当我的躯体被这个天杖突婴给吃完之后 那我剩下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一个这个艺术创作的命题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互动深层式的一个游戏 让所有的这个玩家能够去体验 那具体看一下 遗免文化的那个游戏 伤害了 那具体看一下 当时应该也有 应该将近破万次的参与游戏的人数 所以那时候也还算是在 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些小小的影响力 那他产出的就是像这样子 一系列的这些生成的这些NFT 那这每一个其实都是有参与的人 他自己经过他的这个雕琢之后 产生的这些各式各样很有趣的一些创意的画面 那当然做到这个还不算完整 那什么叫完整 之后张环老师就依照这些所有生成 所产生的作品 去做出了一个更大的一张数位创作的画 那这些画呢总共也只有十张 那后来呢其实也在佩斯画廊 他的NFT的这个Marketpress上面去做销售 那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刚刚讲的 那你如何把NFT这样的一个技术概念 然后融合到艺术家他想要做的艺术创作的脉络上面 然后去做的一种互动式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运用 那刚刚这个讲的其实是这个一个纯艺术 我们怎么去善用NFT 尤其是将行为艺术这个很难被保存下来的东西 去透过这样一个新的技术能够做保存 那第四个我分享的其实就是 如何跟展授活动的一个结合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去年跟这个台北艺博会合作 里面的三家画廊 都是大概是20年以上历史的画廊 那一间就是首都 然后首都画廊 然后采泥跟朝代 那他们呢 就是把他们的这个实体艺术作品 映射一个这个所谓的作品的这个购买凭证 那我们帮他做了一个元宇宙的展间 去展示这些画作 那所有的人呢 因为疫情没有办法来到现场去看画的人 他可以到线上展间里面 然后看到喜欢的 就直接透过这个虚拟货币的方式 直接去做购买交易 那买到这个凭证之后他可以干嘛 他其实是可以凭这个凭证到画廊里面 把这幅画给换出来 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 实体映射虚拟的一种NFT的一种应用 那所以我们搭配的是一个 自己的虚拟展间之外 我们在去年也帮这个 三间画廊在Decentraland上面 去建了一个虚拟的展间空间 所以其实这应该也是台湾首个 那个展览进到Decentraland的一个 首例 跟创举 那所以他其实的概念就是 有点像是刚刚第一个案例分享的 Black Bar的概念 但是他 他做的其实不是集中保管 他是让每一个这种有实体收藏品的画廊上面 来去做自己的发行跟自己的交易 创造一个新的通路 那第五个就是NFT案例 就是如何去跟品牌商去做结合 那这个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阵子 包含是阿妹的演唱会 阿妹演唱会他也是很厉害的 透过就是我去买门票参与演唱会之后 我给你的是一个演唱会参与的凭证 透过这样的方法 其实他其实很有效的转换了 既是阿妹的粉丝 然后又有钱包的这些用户 然后为这个阿妹的团队去掌握了第一批Web3 这个时代的这群会员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品牌 就是运用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那第二个是那个Netflix上面 爱死机器人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其实也都有去搜 就是他结合就是一个影片 然后跟NFT 然后让你去做互动寻宝跟扫码 就是铸造的一个互动的概念 就让你能够更沉浸的去绑 连结这个影片 他所要传达的一个理念 那We are how we 就是我刚刚分享的 就是跟三位老师的合作 那这边就不多讲 那第四个其实 Step N也是在今年 红过的这个所谓的区块链游戏 那他其实后面也跟了非常多的品牌 像球鞋的业者去做相关的合作 那再来就是这个X-Infinity 去年这个恋友的霸主 那其实这些其实都是很多的品牌 不管是国际的 国际就更多了 像最近的那个Tiffany 她也发了 她也发了她的NFT 然后能够结合CryptoPunk的这个 应该说IP 然后去定制化一个项链 那这其实就是不外乎 就是多了一个发售的通路 发售的渠道 然后又能够去连结 就是这种加密数字货币的持有者 那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品牌 为什么在思考 要去进入Web 3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点 参考依据 那台湾也有很多 像陈焕仁导演 就是巴仙也发的NFT 那它在做的其实就是艺能圈的一些加持 独独房的这个NFT 那就是带有这个终身免费停车 这样的一个概念 去不只是创造一个议题上面的一个噱头 它更也创造了一个实际应用的价值 让这个背后应用的价值能够支撑这个NFT 它在市场上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定价 那这其实都是 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都开始投入 那所以其实整个品牌发行的NFT的整个脉络 就是有几个其实是大家必须要考量的 就是第一个是你定价 你要卖钱或不卖钱 那第二个就是你要选择 你要放在哪一种链 那因为Final T不是 就是它就是一个统一的标准规格 你可以发在以太坊上面 你可以发在Solona上面 你可以发在这个Alpha Launch上面 你可以发在Tazel上面 每一种不同的公链 它背后代表的都是一群不同的提案 甚至它上面的这个手续费也不同 生态圈也不同 所以这个是你在品牌发行NFT上面 需要考量的一些点 那再来就是数量 你要发多少数量 那这个其实也是就是需要 在你在投入这个领域的时候 要去思考的 然后第四个就是很重要 就是Role Map 就是你这整个Role Map 你要怎么去描述 你要怎么去规划说 我这个NFT不是JPG 是发完之后后续有一些延续 有一些赋能 或是有一些它后续的一些规划的 所以其实这个大概是我们 在协助很多的品牌或艺术家 他要发行NFT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去理清的几个重要的点 那在发行上面就有几个 就是发行上面的 第一个你要空头 你要免费铸造 还是你要公售 还是要用拍卖 所以这个都是规划完刚刚讲的这个计划完之后 你要去思考的第二个点就是 那你要怎么样让你的设定的这个目标族群 去持有你所持有的 你所发售的这个NFT 那它就很 它这边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那这个是在发行上面所需要去看中的 那再来就是 如果现在是品牌发行NFT 它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 你必须要去思考说 你后续要提供什么样的为孕妇呢 因为发完之后 你要对它有个定位 不然其实持有者对它就会有错误的期待 那有错误的期待 其实对品牌来说不一定是好事 就是因为可能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会涨 但是你没有涨 那这时候持有的人就会来敲网 就是说哎 你怎么没有涨 怎么没有让我赚到钱 所以这个一开始你就要很清楚的在市场上面认知说 哦没有 我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会员卡 或是它就是一个纪念品 它就是一个徽章 任务徽章 那这个都是在做这个前期的行销铺层的时候 你必须要让你买的人会员的时候 必须要有一个认知 那我刚才讲的就是你不是为了割韭菜而发行NAT 你是真的为了长期经营 那如果是为了割韭菜 那就是另外的故事 那我们讲的还是说 你真的是想要善用这样的一个NAT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去思考我刚刚提到的很多的面向 你这样子才会能够结合好用的工具 去做到一个长期在数位领域行销上布局的一个可能 那这个也是这为什么就是现在的品牌应该要去思考 就是经营Web3 3.0的会员 那第一个就是Web3它基底就是区块链 然后它透过NAT这样的一个手段 去来做到那个就是相关的一些经营或操作 那第一个就是稀缺性 就是我们在NAT上面 我们可以发展的那个凭证是可以是限量 它可以是创造一个稀缺性的一个价值存在 那第二个其实它会有一个会员价值的枢纽的重效 就是刚刚看到很多的这种跨不同的项目的合作 其实透过NAT你可以很容易的去做一些联名 联名的赋能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一个凭证 其实也是可以去放大这个会员价值的一个枢纽 那第三个就是持有NAT有一部分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所以你身份的象征其实就是在代表的是一种社群的一个认同跟互动 所以你品牌如果能够经营的越好 那你的社群它相对的黏着度就会更高 那这个其实都是今天一个品牌企业 它发行NAT 它其实会有很多可能过往在做会员经营会员操作的时候 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做到的一些这种特色 透过这样的一个技术 其实它就能够做到 那当然不外乎就是我提高了留存率 我提高了互动率 我提高了转换率 我如何创造会员的消费 来增进整个企业最终的营收的增长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品牌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会看见的一些点 那当然还有为什么你要做Web3.0 主要主要就是说 假设我们假定这个Web3.0的世界 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世界 那在这个世界里面 其实未来的会员认证就是钱包 那你要如何去转换你现在既有的会员 里面有钱包的人 那这个其实就是及早布局 及早布局就能够用最低的成本 抢到下一波世代的就是流量红利 那这个我觉得其实Web3.0 为什么要布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Web2.0就不用讲了 就是Web2.0 20年前我们也不会知道说 我们现在都一定要有email 我才能够登录网站去使用服务 那未来的世界 就是你如果可能没有钱包 你可能很多服务都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Web3.0的趋势 那品牌为什么应该要去及早的去布局 去运用 那当然其实回到这件事情 那如果越来越多的品牌 它要做的事情 其实不单单只是线上 它要做的其实也会做到 就是offline这件事情 就是怎么去做到线上导线下 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的体验 那其实就会需要 品牌提供赋能之后 再提供品牌组好用的工具 让它能够管理赋能 甚至是兑换线下的赋能体验 那这其实整套的 这样的一个工具平台 觉得其实是 接下来品牌进到这个市场上面 所必备需要有的 这样的一个工具 那当然这个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透过NFT这样的特色 甚至还可以去做 徽章收集的相关的任务 那收集到ABC三个徽章 它可能会开启某一个赋能的权利 那透过这样的东西 也可以刺激这个NFT 在市场上的流动性 然后去增加这个 所谓的持有者收藏家 它持有的一个动机 甚至是可以获利 所以那这些其实都是会员品牌 进到这个NFT世界里面 它可以变化万千的 非常多的一个会员经营的一些手法 所以其实第一个 艺术家进到行为艺术NFT 他可以用与粉丝共创行为艺术 画廊或是相关的这些奢侈品 他透过NFT的智能领拒 他能够让艺术品的流通率变高 那出版业呢 出版业贩值很多 明星也算是出版业 等等的 那他做的就是 可以做到所谓粉丝专属的NFT 去让粉丝持有NFT 代表这一种身份的一种象征 那当然第四个 所有的品牌 他可以善用NFT去做 他的NFT的会员卡 那去做到这种可交易的 这种VIP会员卡 那这其实这是我为什么说 其实NFT这个东西 让区块链这件事情 真的出圈了 就出了区块链这个领域 然后能够服务到 各行各业里面 是一个还蛮重大的一个突破点 好那这个以上就是 今天所带来的分享 那谢谢大家花时间的聆听 谢谢 好我们非常谢谢 Near老师的精彩分享 除了前面的科普之外 每次科普我还是会有一些问题跑出来 待会再来请教 就包括刚刚讲的那个雷射防尾标签 但是好像雷射防尾也常常还有 还有伪造的雷射防尾 然后也案例里面也有一些像是可以吃的 可以喝的 还有像是表演艺术的一些NFT 那接着我们就来请三位行业的专家来做 一个简单的一些交流跟分享 那线上有位嘉宾好像有问到那个 数字产品是不是数位产品 那我想顾名思义当然是的 但是待会也可以请卫老师再补充一下 我想因为他们在做数字产品的营销里面 刚刚有提到是一个长效的全景的一个营销服务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跟品牌方这边 不管是他是实体通路也好 或实体的产品 会有一些OMO的一些结合 甚至一些像刚刚聂尔老师分享的 像VVIP这样子的一个CRM的功能 他一定是会结合到品牌方的实体产品 那这个我们待会在交流的时候 也请卫老师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补充 那我想问一个就是蛮直接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家都今天的分享 不管是在曾经式的体验 NFT Web3等等的一些应用 那相对的这个技术 虽然已经是发展的方性为爱 那也多彩多姿 但是事实上他还是算是在整个 一个时间轴来讲是一个比较初期的时候 那我想请问上位专家就是 我们在应用这些技术的时候 不管你是在做一些品牌的服务 还是一些创作等等的应用之的同时 是不是有什么要特别留意的 那避免有一些算是为了技术而技术 或是为了流行而流行而犯的错误 那这也包括刚刚一开始 借着老师在讲的 如果我们所谓的新世代 新的这个元宇宙世代 其实是35岁以下的世代 那事实上我们在品牌方 现在在主导 主导我们品牌的 不管是预算或是策略 可能都是35岁以上的居多 那这中间的沟通的一个 隔阂或框架如何打破 那可能就这个题目 请三位专家也帮我们再深度的 稍微分享一下您的看法或建议 那是不是我们就 照前面三个发言的顺序 请随着老师也先 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 等于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 这个运用的时候有哪一些 可能在你经验上 可能要怎么样去留意 或是避免犯错的地方 好OK 那我这边建议的 第一个就是会 如同我前面分享的 你一定要有很清楚的目标 就是你希望这些新技术 不管是NFT也好 或者是用区块链 或许理展间这些都好 它到底可以帮你解决 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动机 现在其实有很强的技术厂商非常多 那你就很难去从中去无成绩 甚至是会造成无效的花费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一定要做功课 因为当一个产业兴起的时候 里面会有好人也会有坏人 那我相信在这边大家都是好人 可是坏人一定也有会有出来要骗你钱的 那如果你没有做功课的话就是很容易会被牵着走 那要找到一个就是有公信力的合作单位 他真的也好 那这个是会比较保险的 好人坏人 今天线上都是好人 可是我群组里面每天都有一堆人要骗你 包括这两天台湾那个交易所MAX 有一些状况 然后就有人说把你的那个烧码给我 那接着我们就请那个魏老师也在补充您的一些想法 或者有什么特别要提醒的 我觉得刚才那个林老师说的其实还蛮对的 就是品牌在做这个数字产品的时候 确实是需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 是他为了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是我去卖我现实当中的产品 还是说我去做一些更进一步的事情 比如说我就是要在我的元宇宙世界里面 去创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创自己这样一个新的这个产业板块 那如果说是比较传统的 还是说我为了去卖 现实当中的这个产品的话 那你这个数字产品就像我刚刚说的 怎么去跟你的现实当中的产品 去进行绑定 我觉得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品牌 他们很多吧 就是还是为了去做数字产品 或者说觉得这是一个营销的噱头 我去做 可能有一些就直接把我品牌的一些图片 或者说产品三D化了之后 然后就去发布 那我觉得这其实没有什么任何意义 这个其实是还是一个 我们是在web3做一些web1.0和2.0的事情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 像那个很多品牌主也好 我们的这个营销的旧策人也好 他要想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这个技术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品营销的这个应用 它的价值和效率到底是多少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思考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就像刚才那个林老师说的是说 我们在选择平台这样的一个问题上 因为其实大陆的话 可能我们现在主要还是联盟链为主 那其实每一个联盟链之间 他其实是无法去进行一个 等于说那个流通和交换的 那这个其实也是跟政策相关的 所以很多品牌 平台他们在进行结合的时候 其实不是说打广告 只是说去需要去找一个 更有这个大厂也好 还是说更有一些就是 深度的一些技术和生态 背书的一些这个数字发行平台去合作 对 就以上是这两点 好 谢谢魏尔老师的一些补充 那也非常赞成刚刚提到的 不要为了发行而发行 像我们跟客户商讨论的时候 就是你第一个一定要想到你的品牌的一个价值的构想是什么 就我们讲的 utility 负能其实是中间的核心 不然你无论你还是用原来的思维去绑定的时候 其实反而造成中间的一个摩擦力 甚至锻炼这个效果反而是扣分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魏尔老师也帮我们分享一下您这边的看法 OK 好 谢谢Yves 那我这边其实也补充几点就是刚刚两位这个专家的的点 然后我也提出一些就是其他的面向也可以多多参考 就是那第一个其实也都很认同共识就是要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发 然后你发的那个目标跟你想要达成的目标 那我常常也会跟一些就是来询问的一些一些产业的前辈 我就说第一个NFT这个工具它其实是很有威力的 那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是放个烟火 然后做一个行销活动 那其实就可惜了 就是你没有把它用到一个一个他应该用的方法上面去 所以我觉得如何去做一个前期的一个规划跟企划 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点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呼应刚刚这个Jaden老师有讲的 就是要做一些功课 那就是NFT的领域其实非常非常多 就是它不是单一个就是我每个NFT都会有暴涨100倍这种可能 那不是这种对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数位的一个凭证 然后这个凭证呢 它可以去做所谓的数位艺术创作 那这些数位艺术创作品它之所以会有价格 还是要看它背后的这个艺术家 它的艺术的脉络 那它本身的这个理念 那会形成它的这个作品的价值 那如果今天是品牌 那你回到的是说 OK我品牌发的这个NFT 我应该如何持续给它所以负能的价值 然后才会形成说 这个东西它其实在市场上面会是有流通性的 或是它会有稀缺性 或它会有被保存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说做完功课之后你要厘清我今天发的NFT到底是哪一个方向的NFT 技术上面的这个选行 甚至是要对于区块链的基本的一个认知 要有一个基础的认知 它拥有在这个这个团队上面 那一旦发行之后 你如果今天 比如说它销售的金额 是放在这个发行方的钱包里面 那这个后果就是什么 就是它拥有了这个所有的决定权 表示它其实是 它才是真正这个这个发行项目的主人 因为我前阵子也听到惨剧了 就是这个发行的这个主体 这个品牌是名门正派 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但他也觉得这个东西想要勇于尝试 所以找了这个团队 那结果呢 也 还算不错 就是有卖出一些量 最后团队带着钱包跑 那你要找谁 对 你最后基于发行方 大家还是找品牌嘛 对啊 可是品牌动不到它这里面 当时销售所得来的这个营收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些技术的细节 那也是必须未来 因为这个技术很新 它里面有很多东西 这个环节会有很多资讯不对称 会在这里面 那你一旦没有去把 刚刚讲的这些细节都注意完的话 那你很有可能 最后是每一桩 但是后面 可能都会变成是不如不见 或不如不做的这种后悔 所以我觉得这是也值得分享给大家 要多提防跟注意的一些事项 谢谢 好 谢谢Nia老师的分享 那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请三位专家 再各给我们一些最后 一些keyword 最后可能大家利用一分钟的时间 特别是 我想三位专家都是这个行业的先行者 那当然是一定是 看好正面的发展 但是最近市场其实有一些诡调嘛 那甚至大家说是熊市 那特别是需币这边也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那在这些挑战之下 大家觉得在web3 不管是曾经是体验metaverse或NAP的发展 大家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向 或是什么 大家应该特别去关注的 那请各位专家给我们一个提示 谢谢 那我们是不是就请还是 就到过来 请Nia老师先给我们一些建议 OK 好 我觉得其实反倒是现在的市场 然后才适合就是好好做事 就是在币圈有一句话 就是熊市就是做金 牛市就是做快 对 因为熊市嘛 就是这个 不管是什么有的没有的 反正就是都会赚钱 那就抢快 对对 那可是抢快就一定会有一些 抢快的后遗症 对就是不管好的坏的 反正对你也分辨不清了 那做决策速度可能也没有这么的周详 那所以我就想说 其实到了熊市 你会发觉 有一些真的在做事的项目 慢慢就会浮出来 或者是真的认真在思考的这件事情 那你也可以看 其实每一轮的 如果我们讲这个 这个币圈 就是 就是梅伦牛市里面爆出来的项目 它多半都是撑过熊市之后 而且它已经蹲点 沉浅了两三年 只是在那一波里面 它抓到了一个点 它就跑起来 像SE Infinity 它也是17年 18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做的项目 或是Decentralang或是Sandbox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期反而是开始可以去做一些更深刻的去探讨 怎么样去好好的善用这个技术 那你才能够掌握下一波可能市场来的时候 你会是最先吃到红利的这群人 对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市场是好时机 对 那倒不是那个 那个怎么讲的 就是悲观 对 我是乐观的看待 谢谢 好 好时机 所以大家好好做事 对 那请那个魏老师 嗯 好嘞 我其实我觉得就如果单从品牌来讲的话 或者说从大陆的一些关于数字藏品和NFT的一个发行政策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这边一直是不建议品牌去做跟流通相关的一些东西 就我们其实还是比较建议是说基于我的品牌传播的需求 然后就把一些我们的特别的一些营销的创意跟我们的数字藏品去进行结合 而不是说 我说我发这个东西 我是为了再要去市场 或者说在某一些这个NFT的市场里面去进行另外一部分收益的东西的 因为其实刚才老师也说到了很多平台 他有可能 对吧 就是也不是特别安全 所以是说品牌会遇到那种就是我不如不做的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 那第二个点就是说我也非常赞同刚才那个Neo老师说的那个点 就是说其实我们像N3Flow这样的一个数字藏牌 我们其实基本上是在一个大环境大盘不是特别好的受切入的 但是其实在经过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我们也通过社群的方式 以及NFT发行的方式去陪伴我们这一群可能在低谷的会员 或者说我们的用户去经历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颠簸 那其实未来其实他们会对我们这样的一个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分繁复杂和低迷的市场里面 能够一起陪伴他们度过的这样一些IP 其实是更加认可和从精神上会更加的认同的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NFT 无论是从品牌营销也好 还是是从IP的发布也好的 这样的一些就是未来的机遇 所以为了老师是建议说基于品牌的一个精神 跟品牌的一个概念 去做他的一个品牌的负能或价值 这个是对这个可能才是重点吧 是是谢谢 好那Jed老师 我这边个人是蛮乐观的 就是蛮期待 然后并且乐观启程 因为我觉得就像那个刚刚讲的 这个是一个大环境帮我们太弱 流强的过程 那从以前的那个打抗泡沫时代 现在网路还是大家最强的一个平台之一 那4G开台的时候 直播平台很多也是如雨后春笋起来 但是现在呢 还是有很强的平台在 那对我们直接在运用端提供给广告组 或提供给我们用户服务 我们是蛮乐观其成 因为厉害的人还是会留下来 厉害的产品还是会留下来 这个倒不用害怕 那就是在选择上面确实是要小心的 对 好因为时间关系 其实我还有很多问题想要请教三位专家 包括刚刚卫尔提到 因为其实像卫尔3 我们在强调的去中心化 那其实对我来讲 我的观察啦 事实上也衍生了某一些问题 然后在去中心化的这个 这个算是思想里面 那像大陆那边他们其实在监理上面是比较严格的 但是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会限缩的一些发展 可是反过来像台湾这边可能比较 现到现在也是完全开放的 那是不是会有一些人为的因素 人为的一些操控甚至诈欺的情为 这个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可能我们留在后面 金手指可能有另外的一些活动的时候 再跟大家请教 那今天非常谢谢三位专家 跟我们的精彩分享 然后跟我们的一些讨论 那也谢谢线上的嘉宾 一起跟我们聆听今天的分享 那特别谢谢时报这边 好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协助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到 得分享到这个这边告一个段落 那也谢谢大家 谢谢黄执行长跟三位讲师 以上精彩的分享 时报金项奖及金手指奖 报名次8月31日截止 相关讯息可上我们官方网站查询 请大家扫描荧幕上的QR Code 今天论坛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见